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次在线上来研读他的话语 在昨天的历代之下第一章里面 我们读到所罗门王他的国位兼顾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而所罗门向神求治理他的百姓的一个智慧 然后我们看到神不但给他有聪明智慧 更加赐他有制裁有丰富还有尊荣 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已经预备好一切 要开始他父亲到位所托付他的一个的mission 一个的事就是为神来建造圣殿 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会特别提到所罗门 为建造圣殿所预备的一些工作 而盼望我们也能够向他学习 我们能立定这个心意建造我们自己的圣殿 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基督生命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佛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 在清晨的时候来到你面前 来寻求你来学习你的话语 求是你的话语像亮光一样来照亮我们的生命 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依靠着你的话语 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生命求 Amen 历代之下的第二章的经文结构非常的特别 它是一个交错对称的一个结构 以强调外邦人在建这个圣殿中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结构 我们看到第二节呢 那是第二节跟第17、18节其实是平行的 就是统计建圣殿的一个外邦工人的人数 而第三到第十节 我们看到所罗门写给退罗王的一封信 请求信 还有11到16节就是退罗王写给所罗门的一个回复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 尊荣神的请求 第一到第十节 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民建造殿女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公司 所罗门就挑选七万坎台的 八万在山上找石头的 三千六百度工的 所罗门差人去见兔罗王亚兰说 你曾运香婆木与我父到位建功居住 求你也这样对待我 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民建造殿女 分别为圣献给他 在他面前焚烧每箱长百成色饼 每早晚按锡热月寻并要华 我们神所定的节期限返记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 我所要建造的殿女 胜大因为我们的神 智大超乎主神 对不对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他的居住的 谁能为他建造殿女呢 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女吗 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 现在求你拆一个桥将来 就是山用金银铜铁和紫色 珠红色蓝色线 并进于跳课之功的桥将 与我父大位在犹大和耶路上人 所预备的桥将一同做工 有求你从尼巴嫩运谢香伯木 松木 谈香木到我这里来 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 尼巴嫩的树木 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 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材 因我要建造的殿女高大出奇 你的仆人砍伐树木 我会给他们打好了 打好了的小麦 二万戈尔 大麦二万戈尔 酒二万百特 还有油二万百特 第一节一开始我们就读到 所罗门他定义要为耶和华的民 来建造一个圣殿 表明了大卫当年的性质 已经成为了所罗门的性质 而且所罗门非常的坚定 那之前在框野建造会墓的时候呢 从材料到工程 都是由以色列人自己去承担 可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 神首先提到的却是参与建造的外邦人 接下来就提到外邦人提供的一个巧匠 就是向西兰王要求的 还有这些的木材 我们这里看到就好像信乐教会一样 其实包括我们也是外邦人 我们一开始 原来就参与在整个建造圣殿的工程里面 第三节这里提到 所罗门已经预备好人力 可是有一些的材料呢 是以色列境内没有的 所以呢 他就写信给推罗王去求这个恩宠 那推罗呢 是以色列北部地中海 菲尼基港 海港 他是出口这个香伯木 而菲尼基人的 他们的建筑技术是非常好 而推罗王曾经跟大卫有建交 他们有很好的关系 他甚至帮助大卫去建造他的宫殿 而推罗王过去的合作使大卫 知道耶和华坚定 坚定他做以色列为王 又为自己的名 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所以推罗王现在的合作 使所罗门知道圣殿的时间已经到了 而圣殿的预备和建造 都在神的管理之下 所以我们在第三节看到 所罗门差人去建这个 推了王西兰说 你曾运这个香伯木 跟我父大卫的 帮助他建造居住 所以现在也求你这样对我 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是身为一国之君 他还是愿意去写信求这个恩宠 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声量 他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声量 而所罗门是在他的父亲留下的恩典之下 做出这个请求 因为他知道西兰王跟他的爸爸的关系 曾经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要向神求这个恩宠 我们要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限制是什么 然后愿意放下自己敞开给神去做工 而也不怕向别人表达我们的需要 接下来我们看到四到六节 所罗门慢慢的去讲述 他要建造圣殿的目的 他要在神的面前烧香 烧香是他跟推了王解释 烧香是全国向神的祷告 然后他继续说成色饼是怎样 我们要摆成色饼 是要纪念神百姓的需要 而他继续也说到 他早晚安息日 全国不停的在指定的日子 也要献上房祭 然后他继续在第五节 说我要为神建造的电影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自大的是超乎诸神 所罗门这里讲到非常有自信 因为他的神是超乎诸神的神 在迦南地 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多神论 诸神榜上 他们所相信的神 有大神 有众神 有小神 可是没有一个是独一的一个真神 所以所罗门在这里 他相信他所信的神 是唯一一个读 唯一一个真神 是最大的 所以他有这么大的自信 怎么去宣告 而第七第八节 他就开口向西兰王去提出两个请求 一个是需要人 一个巧匠 而第二 他需要树木 需要木材 推了王的工匠的文化水平 比以色列人高 以色列人 他们的背景是游牧民族 是住帐篷的 他们其实没有建造过任何的城 所以在迦南地 住的城呢 并不是他们所造的是以前的 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人所建造 而推罗呢 他们是有古老文化的一个迦南城市 他们的物质文明的条件很高 也因为这样 所罗门就要求西兰王能够派工将来 以便可以帮助他们 还有传授这个技术给以色列人 而第二呢 他也因为以色列没有很大的树木 所以他也要求 请求这个西兰王呢 能够把那个木材 也来运到给他们 因为圣殿需要非常高大的树木 生长在尼巴伦的森林的香婆树 它们生长迅速很缓慢 而高度呢 可以达到40米 它们的主干直径可达2.5米 而香婆木的纹理细致 是金酒耐用 它是高素质含量能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 而在古代 美索布达 米亚和埃及都进口这些的香婆木 作为他们的店鱼 还有供店的上等木材 而根据炼王记上六章呢 我们看到圣殿里面所用的 也是用香婆木来做树梁 还有铺墙 而另外呢 也用树木做门 还有铺这个地面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所罗门这样的要求 因为他心目中 他要建一个非常高大的店鱼 给神 而当所罗门承受完他的请求之后 他也继续说 他愿意为这些 所派来的仆人支付工价 而这个是一个非常价值不菲的工价 其实是不少的 不便宜的 十个耳是大约 两百二十升 一个百特士大约二十二升 油是指当时的橄榄油 这里的记载可能是 所罗门一次过 雇用尼巴嫩工人的代价 以后每年还要给西兰 卖纸 二万个耳 还有青油 二十个耳 来继续换取这些圣殿的木材 为了建造圣殿 外邦人提供了木材 以色列人付出了农产品 农业的产品 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建造上呢 我们看到有彼此的配搭 可是呢 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在神的一个掌管之下 假如不是神赐下这些的阳光 还有雨水 尼巴嫩也不会产出这么美好的木头 而以色列也没有办法去产出这么多的粮食 所以我们看到建造圣经所需要的整个环境 粮食 木材 石头 工匠等等 其实一切都是神为他自己预备 我们看到我们人手只是神其中一个的一个同工的一个的 我们只是其中一个的同工跟神一起建造他的殿 而第一点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们的志向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所罗门一开始他的定义就为神建造这个殿 又要为自己的国建造共事 他一做王 他就把他的心思念专注在建造圣经的工程当中 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有志向 他有这个雄性壮志 他有定义 他的定义就是要完成他父亲的心愿 而这个心愿也成为自己的命定 所罗门是站在大卫的肩膀上建造 因为大卫也留下非常多的材料给他 而大卫也为所罗门预备了非常多的物质 也为圣殿敬拜 设立了很多的体制 为所罗门开了很好的一个开路 而大卫两次公开宣告建圣殿的事情 并且当中鼓励所罗门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在所罗门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命定 他的人生就是要实现这个的命定 所以如果我们去梦想一下 假如我们一生人当中只有一个工程 只有一个目标 我们会为神立一个什么的志向呢 我们在神里面曾经有过梦想吗 还是说我们还有为神梦想吗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 而且我们要再陪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也成为为神来梦想的人 第二点有恩宠的答复 第十一到十六节 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 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又说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是给大卫王有一个智慧的儿子 使他有谋略聪明 可以为耶和华建造电影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公事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 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 是蛋自拍的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退楼人 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 蓝色珠红色线和细麻制造个物 并经于跳课 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功 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 和你的父我主大卫的巧匠 一同做工 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 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 从尼巴嫩砍伐树木 砸成法子 佛海运到月薄 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退了王 打印所罗门的一个请求 他先是称赞神 他说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他尊重神 也承认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 他也尊重大卫 他把大卫称为我父我主 因为大卫的缘故 所以他答应了所罗门的请求 他也称赞所罗门有智慧 并他有心为神建造这个圣殿 之后他就告诉所罗门说 我会派一个精巧 而且聪明的一个铜匠去帮助他 过最后他也交代说 这些的树木会从尼巴嫩海运过来 而十六节他强调 遭你所需用的 原文翻译为 as much as you shall need 就是源源不绝的把木料运过来 所以既然是恩宠呢 就非常豪爽的答应他 你还要多少就继续说 那我们看到 来自尼巴嫩的树木呢 可能是从山上顺流而下 然后被运到海边 他砸成一起 就浮海运到耶路撒冷 西面的55公里的越坡港 然后就圆着这个 伯和伦的上坡路运到耶路撒冷 而重建圣殿的木材 也是用这一条的路线 我们看到以上就是 推罗王给的回信 给所罗门的回答 他们双方都达成一个协议 其实也是一个贸易的协议 因为在费利基这个地区呢 他是缺乏粮食 可是他却生产很多的木材 刚才我们也提到 反而以色列他们的粮食 非常的富裕 可是却没有木材 所以其实过后呢 推罗跟以色列一直保持 这个互相都有帮助的贸易关系 他们互相的提供彼此的需要 所以第二点 我们来默想一下 我是否是一个留下祝福的人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留下祝福 留下恩宠的人 因为我们看到大卫已经去世 可是从刚才他们两封信的对话里面 所罗门跟推罗王都不住的一直的提到大卫 表明呢 表明什么 所罗门的建造工程是大卫一个异象的延续 而大卫之月 因为大卫跟推罗王的月 也成就了这一次的一个建造圣殿的一个这样的交易 假如不是大卫和推罗王有这么美好的关系 这个西兰王他的名字也不会这么爽快的答应 所罗门更不会作为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他会开口去赞美荣耀神 所以这是大卫留下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所以愿我们的生命也像大卫一样到处留下美好的祝福 即使我们离开一个地方 甚至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 也能够为别人留下美好的祝福 能够让人认识神 能够荣耀神 最后 17、18节 所罗门仿造他父到位属典 住在以色列地所有聚居的外邦人 共有153,600名 使7万人扛台裁掉 8万人在山上找石头 3600人度工工作 所以这里的两节基本上是重复第二节 记录外邦人的人数 所以一共是153,600人 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大卫预备圣殿 是从外邦人开始 所罗门建造圣殿 也是从外邦人开始 而被掳的百姓 重回 就是回归重建圣殿 神甚至是用外邦的君王来发起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圣殿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影儿 在神的属灵建造里面 其实一开始就包含了外邦人 而他这些的外邦人也 使圣殿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 历史证明 从会幕到圣殿 从圣殿到今天的教会 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人 神一步一步的揭开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所隐藏的奥秘 我们不明白 可是神却能成就这个 而启示他 他用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 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的一个心意 而在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也亲自让我们和睦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 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就像保罗在一幅所述 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 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在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时 各防靠他联络得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一起来默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问大家 在今年或者在最近 你定义要为神做什么 我们刚刚结束了四十天的 进食祷告运动 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新的意义吗 你有什么一个新的志向或者一个性质吗 有没有被神提醒说在哪一方面是需要加强的呢 是与神的关系吗 是人际关系吗 还是我们教会的服饰呢 我们愿不愿意好像所罗门一样 能够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在人生 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无论我们的计划是如何 我要再次提醒你 我们并不孤单 因为其实背后一切都有神的掌管 而我们的神是超乎万神之神 是独一的真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接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心意 他是定义要为神建造这个圣殿 因为他所认识的神是至高至大的 就好像我们所认识的神一样 我们祷告能有所罗门一样 为主来大大梦想的这一颗心 他愿意为主摆上去策划 有聪明智慧去行的 去为神来摆上的这个的志向 来激励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同样也祷告有这样一样的心志 在今年里面 今年剩下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神明求 Amen